2024年2月20号第二更 各位老板依法爱国了吗 我是老王 晚上这期以后就尽量给大伙讲点开心的事 能让大伙开开心心吃晚饭 开开心心去睡觉的事 是吧 当然我这的晚上啊 每天的第二期 首先一个是好消息 跟上次给大伙汇报火箭军全军覆没一样的好消息 上一个被免职调查的国防部部长叫李尚福 上一个被免职调查的外交部部长叫秦刚 上一个被免职调查的科技部部长叫王志刚 上一个被免职的民政部部长叫唐登杰 上一个被免职的财政部部长叫刘坤 上一个被免职的证监会主席叫议会满 上一个被免职的央行行长叫议刚 同时呢 最近在两三个月之内吧 被免职的还有文旅部部长 文化部部长等等部长和副部长啊 不是被带走调查 就是被就地免职 自此截止到今天为止进入2024年两个月还没到头 那么在2022年啊大会结束后组建的这新一届的国务院领导班子 全军覆没全军覆没好人都是罪犯是吧 你说现在这个玩意儿咋说是当时选人用人的这个领导不行 没眼光没水平这咱不能说呀是吧 你还得说皇上是好皇上就是下边的官啊 人心割肚皮对吧 谁也没看出来装的好 所以呢 咱就只能这么认为啊 就是这一届的领导班子的官 各顶各的都是会伪装的坏蛋 嗯 对吧 都是罪犯啊 所以被严打了 被免职了 被全军覆没了啊 这个就并没有意外啊 现在的中南海这一届官员啊 一定是清廉的 高伤的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是吧 嗯 咱们就等着下一次他们被一网打尽全军覆没 是什么时候 能不能安安稳稳的平平安安的干到明年这个时候 是不是 估计够呛 现在能干满一年的官都费劲 是吧 哎呀 上一次 朝堂之上全是犯罪分子 贪腐官员的朝代 还是毛时代和胡温时代 是吧 毛时代的老毛的革命战友 到现在一看 那各顶各的全是反革命啊 老毛时代的开国元勋 啊 那十大元帅 在想当年那不就是各顶各都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 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吧 那胡温时代的更不用说了啊 现在到秦城看看往前看看 2013年之前 胡温时代的别管是文官武将地方大员还是啊 国务院的部长们 现在不是各顶各的都在秦城里边聚会呢吗 全被送到秦城里去了 是吧 只有到那个时候 全世界人民才发现 原来号称第二大经济体的啊 中国是被一群身价千百亿的富豪犯罪分子们啊 引领着领导着统治着是吧 如果说老王说的不对 各位到秦城去看一看 走一口 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是吧 都是同朝为官的同僚 哎呀 这叫啥 这叫中国特色也叫负责任的大国 啥叫负责任啊 养贪官用贪官 我们也免职贪官惩办贪官是吧 贪官这个东西啊 可是好用的东西 哎 这个叫啥帝王心术 玩的就是这个套路 嗯 那么什么叫负责任的大国呢 现在正在上演啊 今天啊 2024年2月20号 早上9点15分 中国的阿富汗事务特使 还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上 刊发长文 多方呼吁美国解冻阿富汗的资产 然而美国不予理睬 这篇署名文章发完了之后 中国的新华社专载发文 这就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还真是啊 什么叫担当 什么叫负责任的大国 不就是这样吗 不惜干费外贸投资与国内经济 全力以赴的支持俄罗斯 侵略乌克兰 这就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全力以赴的阻止美国 日韩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支援乌克兰 这也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对吧 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 是恐怖袭击 这个也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哈马斯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 也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总结一下就是与独裁国家结盟 支持侵略战争 支持恐怖主义 与民主国家为敌 然后呢 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派出一战狼外交官啊 王毅统治 跑到慕尼黑 这个东西被很多国家的媒体啊 就是他那段发言讲话讲完 被很多国家的媒体 特别是德国的媒体 称之为战狼外交 咄咄逼人 比以前更加的咄咄逼人 这番发言等于恐吓 王毅说了啥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前提下 促成了绵北各方达成了挺战协议 也帮助了塔利班 稳固了阿富汗政权 绵北这场战争 到底是因何而起呢 但是那个不要讲 那个属于干涉别国内政 不干涉别国内政就是 那边打成一锅粥 打完了之后赶紧跑到中间 我觉得咱们还是以和平的方式 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要使用暴力嘛 是吧 这就是负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对吧 帮助塔利班稳固了阿富汗政权 这个倒是真的是吧 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就是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那么引起国际上巨大的反感的 就是王毅部长在整个讲话里边提到的 中国是一个坚持和平解决 坚决反对武力的国家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乌克兰的问题 巴勒斯坦的问题 排毒的问题 那么这三个问题 王毅怎么说的呢 中国在坚持和平解决 坚决反对武力的前提下 呼吁乌克兰尽快停止武力对抗 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 翻译成人话 就是呼吁乌克兰放下武器 原地投降 给俄爹跪下 任由普京处置 是吧 那么巴勒斯坦问题呢 呼吁以色列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 在这呢 他又说了一句 让很多国家完全不可接受的提议 我们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巴勒斯坦建国 你这个不是解决争端 你这个就怕这火烧的小是吧 那么说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重申一个中国立场 警告台独势力 不放弃武力统一的选择 同胞们 你看谈到其他国家 我们要和平啊 不要动武力啊 是吧 咱们拿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嘛 有好协商嘛 聊到台湾同胞的时候 不放弃武力解决 是吧 就是恶狠狠的针对通报 整个前面老王讲的这些叫什么 总结起来就是那句话 什么叫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呢 全放在一起 就是了 理解了吧 那么紧接着后边咱们吃个瓜啊 中国呢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格龙 前几天他发了一个分析中国经济现状的视频 发完了之后呢 很快就被删除了 这段视频来自格龙先生的自媒体频道啊 谈古论金 坎天坎地 他在这一期视频里边聊的一开场就指出中国的经济可能真的要成为孤岛经济 而被迫内循环了 因为外循环中的几个关键数据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基本归零了 在这段视频中 格龙指出了中国经济外循环中三个归零的现象 呼吁公众对此提高警惕 不要稀里糊涂的做了韭菜 首先是人趋零了 格龙表示 在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前的2019年的第一个季度 从境外到中国旅游的人数有370多万人 可是在2023年第一季度的入境旅游的数据仅有5.2万人 这个数据连2019年的零头都不到 而在这5.2万入境游客中 有56%是来自于香港 有22%是来自于澳门 意味着来自其他国家的真正的老外 也就1万人 这个也就是符合老王对什么资博烧烤现象啊 东北穷游现象啊 这种的判定 我说这个就是一群中国人冲东到西 冲南到北自己玩自己所谓的内循环 因为旅游局的数据 它一直不报到底吸引了多少国外的游客 你看吧在格隆这一分析啊 他是有外国游客吗 有为了图好看 哎在这个时候报入境游客的时候 把香港澳门全算境外了 是吧 由此可见啊 在中国的政府官方眼里啊 香港和澳门是被需要是中国人的时候都是同胞 被需要是外国人的时候都是入境游客 是吧 都是侨胞 那么格隆认为啊 这种数据就意味着中国可能陷入了无人问津或少人问津的封禁状态 就如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样 但区别在于这一次不是我们中国不让别人来 而是别人自己不来了 格隆说我们经常担心外资撤离 其实比外资撤离更彻底的是客户外商根本就不来了 他们去了墨西哥去了越南去了印度印尼了 第二个趋零的是航班趋零 疫情前中美两国之间往来的航班每个月超过3800次 平均一天超过100次 但现在中美之间每天直接往返的航班只有个位数 格隆还特别指出在过去七十多年间 中国的外贸生产总额超70%的贸易顺差来自美国 在此也提醒大家 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大环境之下 如今中美两国之间每天平均只有四到六个航班 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外贸 再想吃顺差的时代是没有了 那么中国现在最大的外贸伙伴 东盟 俄罗斯 中东 是吧 这几个地方是去赚钱了 还是去撒币了 是吧 咱就不用明说了 对吧 第三个趋零的是钱 据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一季度 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1012亿美元 到2023年的一季度 外商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只有49亿美元 这是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 另一个数据是 2023年中国完成募集的外币基金只有8支 而去年同期是114支 前年同期是792支 截止2023年上半年专注于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 只募集了14亿美元 这个数据与2021年上半年的接近500亿美元相比 也等于就算是归零了 格隆总结指出 人流物流资金流是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 上述外部的关键数据均萎缩归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需要分析清楚 如果是疫情造成的 还有机会纠错调整 但如果是贸易战与政治摩擦造成的 就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结构逆转性的长期变化趋势 那可能就真的是我们这代人不可承受之重了 在视频里他最后强调中国的经济再次成为孤岛经济 其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不能够做出根本性的变革 我们会吃大亏 吃难以拟补的大亏 最后科普一下这个格隆先生啊 他的原名叫陈守红 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全球投资研究平台格隆会的创始人 目前格隆会的微博账户上所有的内容已经被清空 等于被封杀啊 这个是以前咱们经常拿格隆会的一些统计数据来当做佐证 是吧 可能以后就没有了 那么格隆会被封杀的原因是啥呢 就是说了点真话 说了点实话啊 但是放在了政府的眼里是什么 叫畅衰中国经济 格隆会以一篇文章 一个视频就畅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 这是何等之荣耀 是吧 我觉得格隆会的工作人员啊 以后想去申请个政治避难 拿这个说事就可以了 我们一篇文章 一个视频就能畅衰一个国家的经济 你们什么贸易战啊 什么商战啊 什么金融战啊 什么政治摩擦呀 那全是扯鸡八蛋 对吧 以后还需要打仗吗 随便摆两个名嘴 往那一放 开唱 对吧 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了 想侵略乌克兰 让俄罗斯雇两个张维为金铲荣 往那一摆 开唱 对吧 这边敲着锣 那边开唱 乌克兰的经济就完了 中国这边想要搞垮 对啊 想要搞垮美国的经济 怎么唱了这么多年 美国也没垮呀 股市又翻了好几番啊 据说英伟达最近开年这两个多月又翻了百分之五十 这要命了 咋没人唱了呢 前两天华为还组织中国的这些芯片生产研发的机构 成立了一个联合会 成立这个联合会之初 我以为他们是要干点科研啊 想要完成自主研发 强大中国科技啊 干点人事 但是看了一眼 他们的成立宣言 成立的当天 第一个仪式是什么 整个联合会的党组成员 对着国家历届的领袖的照片 举起右手 我们宣誓 要高举马克思 邓小平 理论 毛泽东思想 走共产主义道路 用那个啥地科学发展观 和那个谁地指导思想 研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芯片 引领世界 你要这帮奴才都能引领世界 那他妈的 哎呀 你没天理了是吧 不会吧 你快挨打了 你们就偷着乐吧